三分钟带你来了解大同大学 1912年的3月19号 胡敦富和他的力达学社同仁募捐私款 在上海南市区赵州路南洋里租了一间房屋 创办了大同学院 以四书之手的大学首章中 在明明德 在新明 在止于至善为校名 以研究学术 名体达用为宗旨 大同大学既没有政府的扶持 又没有大资本家的援助 完全凭着这十多位教书先生爱国幽民的赤诚 坚定办学的决心 百折不挠的毅力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首先由发起人捐款 以228元起价 见效之初 立达学社的社员教书办事 不仅不取分文报酬 还将自己在外授课兼职收入的20% 捐献给大同补助开支 他们各个节衣缩食 驻斗室 穿笔衣 吃粗根 乘电车 一切为了大同的建设发展 一年后 所收学费和设有捐薪 积蓄了相当的数目 便在上海南车站路北 购买了一块地皮 自建校舍 落成的第一座楼取名为静曲楼 是为纪念立达学社 取自于静曲助身远辟助人聚 第二座楼取名为自考楼 是为纪念校长胡敦富的功劳 取自于义京 敦富无悔 终以自考也 第三座楼取名自试楼 是纪念大同的有功之成 数学家吴在渊 取自于义京 逾越在渊 自试也 1922年的9月 大同学院改名为大同大学 为私立性质 在当时 北南开南大同 成为了道上流传的口号 校长胡敦富也被称为 中国第一流的教育家 社会中人无不知大同之敦富先生者 其后 大同大学经历了 抗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难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 1952年10月 全国高校院系调整 大同大学的商学院并录了上海财经学院 理学院并录了复旦大学 工学院 相关科系 分别并录了同济大学 交通大学和华东化工学院 文学院并录了华东师范大学 大同大学完成了它的辉煌历程